那现在我们要看TS图曲线上面 下方的面积代表热量 TS图上函数曲线下面的面积代表 像这个也是 代表热量 为什么是代表热量呢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这些都是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 S是等于积分DQ over T 那么DS就是DQ over T了 那从这里头 我们把这个两边都成T 然后再积分 DQ的积分就是delta T 那这个积分呢就是S分到SF T乘S 因为这个是变数是S嘛 就是这个 那这个积分积出来 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是 等于从可逆过程 达Q就是这个Q 达Q只有在这两个过程里面有嘛 这两个过程的T都是什么 长数啊 都是长数啊 所以它就等于S2解S1 像这条 下面的面积是S2解S1 所以 这个面积 整个这个面积 连下来一起下来 这个就是 比如说 它是吸热 吸热 然后 从这里回去 这个面积呢 放热 这个当中就是它的net fit 就是它 吸的净热 所以这里就说 TS图上面 函数曲线下面的面积 代表系统吸收 或者是放出热量 好 现在我们要 把这个 这个是卡诺循环的 那它的热效率怎么算呢 热效率怎么算呢 好 因为 因为它是 一个 卡诺循环 所以 ΔU 等于0 比如说 它一个循环里面 Initial State 等于 FinalState 那当然 ΔU是0 Q 就等于W 所以 卡诺循环的进攻 就是这个 这个 和 框框里面的 面积 等于 吸收的 净热 好 那么 W就是这个 框框的面积 等于 Th -tc-th -tc 好 框呢 就是S2-S1 就是Delta S Delta S 输入系统的热量呢 输入系统 就是这个 这个热 代表这个 这个要算了 这个都算了 它给 它给Th 层上SB 净掉 SA 等等 Th 从这里到这里 OK 从这里到这里 Th 层上 这一段的长 这一段的长 所以等于这个 这个都算了 然后 就是Th K 卡洛循环的热效率 还是可以用 公的绝对值 配QH来除 那就是这个 对这一项来除 F S月掉 最后就可以化成 E-tc-th 好 最后我们就看这个 E的围观观点 Microscopic View of Entropy 以统计力学的观点来看 第一 增加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系统进行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 低值是增加的 不肯定的过程 系统从无序 从一种无序度 因而增加 无序度又叫乱度 乱度增加 我们现在看什么叫做乱度 假如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面 我们 放进N个 一模一样的气体分子 这个气体分子 开始在系统里 产生各种分布的方式 每一种分布的方式 发生次数各有不同 发生次数最多的方式 出现于几率最大 也就是分布出现几率最大 那地别大小 与发生的次数间 有正比的关系 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如在我们这个大教室里面 我把门窗都关好 封闭好 那这个 这个 里头就是空气 好 现在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的香水 香水 瓶子也是栽住的 好 那我就知道 这个香水是香水 在这个瓶子里 空气是空气 在外面 分明 这个 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空气 什么地方是香水 好 等到我把这个香水瓶的盖子打开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香水的瓶子就开始往外面跑 往外面跑 就说一个瓶子跑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排列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就 就 共结在这里 外面空气有一粒 有一个空气分子 瓶子里头 还是香水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 就这种方法有多少 存在的时间有多少 一下就没有了 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跑出来了 对不对 就跑出来了 越跑越多 那这个 空气也跑到香水瓶子里面去 而香水瓶子就在这个空气间 扩散 扩散 每一秒都不一样啊 不要说每一秒 每一个 nanosecond它都不一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这一秒钟 空气里面的 香水分子跟空气分子 混合的程度 跟下一秒钟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代表这个空气啊 还是变乱了 或者它还在进行啊 平均里面还是很多香水啊 还在进行 不断进行 假定它进行到最后啊 最后 外面空气的香水分子跟空气混合的很均匀 瓶子里头也是混合的很均匀 都很均匀了 还会不会变啊 还变不变啊 以后变得 就说 已经这么均匀了 你再准备 它会不会又把它 最后会不会又变成这个 瓶子里都是香水 然后外面全是空气 可不可以这样子 会不会这样子 也许会啊 可能要等起一年 你慢慢等了 看好了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生之年 看不到这种状况 不可能啊 不可能 那也就是说 最后 已经混合的很均匀了 我这一秒看它是这个样子 下一秒看它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说 这种分布的几率最多啊 我看到的最多啊 对不对 几率最多啊 就是它的乱度 最乱的时候 乱度最乱的时候 好 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 科学家 Boltzman 搞出 在某种分布方式中的 一 以该方式发生的次数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粒分子 一粒相随分子 在空气里头 这次数就入一次 瞬间就不见了 但是等到 所有的分子都跑出来 混合得很均匀的时候 哇 这个 这个时候啊 发生的这个次数啊 就很多了啊 嘿 那么 它的乱度啊 就是跟这个 这个有关 它 这个我们不管它怎么导出来 它用统计力学 我们现在还能学到 那这个K呢 就是 Boltzman Constant Boltzman Constant 我们前面讲过的 嘿 这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 Boltzman 第一方程 Boltzman Entropy Equation 嘿 好 现在我们 用这个 Equation 来算一下 就N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在自由膨胀中 体积膨胀为原来的两倍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 Macroscopic Point of View 算过了 现在我们用 Microscopic Point of View 来算 假设系统内 理想气体的 总个数为N 系统内 共有两个气室 我们把这个 系统分成两个房间 起初N个 分子 都装在 左边这个气室 而右边的气室呢 没有分子 分子数为0 这种分布发生的 次数 比如说是Wi Wi就是什么呢 N个 这两个气室 一个是有N个 一个是有0 0个 Infecto 上面就是 N个 就N个 分子 总会有N个分子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 它的排列方法 这个 算起来是等于1 然后呢 左气室 有半数的分子 跑过去了 跑到右边去 然后左右各有半数 然后 那个左右气室 我写 又弄掉了 这种分布方式 发生的次数呢 那就是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可能就是 N个理由 二分之一 起初 D 初态的D 用这个算 D中 Wi是这个 Nog 1等于0 这个就是0 起初的 起初的 Anthro� Initial state 是0 以后的呢 就是S F 它等于K 就是Log WF 这个值 那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 这样跟natural logarithm的话呢 这个字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个你们回去再算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计算了 计算的话要用到这个 Sherling's approximation 它就是log N-Factor 那么乎乎乎等于N 乘乘log N-N 好那现在我们要算这个 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怎么算 用这个诗字来算 这个诗字来算 log N就是这个 这个 减的两倍的 K-log 这个东西再带到这里一头去 那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N跟这个 负N跟N约这样的 最后它就变成 变成 这个字 这个可以变成log N log N 下上这个 减的叫log 2 那负负责这样就变成这样 这两个是一样的 剪掉了 那么呢 就会变成这个 NK-log 2 大NK 可以变成小N乘2 这个结果跟我们前面的是 一样的 宏观的寄存方法相符合 OK 好 最后一个例题 最后一个例题 比如说在状态 P1 V1 T1 的这个状态下 一个摩尔的理想气体 分别 经由 可逆过 可逆绝越过程 跟可逆等温过程 跟可逆等压过程 将体积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现在要分别求这系统 在这三个过程中 第一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这样 这个一定要会 这都是可逆过程 这比较好算 不可逆过程的话 你要找一个相当的可逆过程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自由膨胀 你要找一个等温过程 来算 好 那就是说 这个A呢 绝越过程 A呢 等温过程 C呢 等温过程 它体积 从V1膨胀到 两倍的V1 求entropy的改变 N是等于一个摩尔 可逆过程 因为它是可逆过程 就可以用这个字 这个A后面加一个摩尔 摩尔漏掉了 一个我们算绝越过程 绝越过程 DQ等于零 所以呢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就是零 所以 这个式子里头 做绝越过程的话 它entropy没有改变 以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 顾名思义就知道 它的温度 保持定质 DT等于零 因为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U 仅仅是T的函数 所以DU就等于零 那于是呢 我们就有DU 这个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DU等于零 所以DQ就等于PDV 那我们就把PV 这是状态方程 由状态方程 我们又知道 P等于NR NRT over V 一起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DX 原来是这个 DQ可以变成PDVT 那P over T就变成这个 它就是N等于一个more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刚刚都算过 对不对 我们刚刚都算过 好 这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 它P等于定值 它有这个状态方程 T是定 T是定值 所以PV P1V1 P是定值 所以V跟T成分别 所以T1 T2 over T1 等于V2 over V1 EQ 它是等于NCP ET CPDT N等于E 所以CPDT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EQ CPDT Log 这个 然后 T2 over T1 V2 over V1 所以可以化成这个 因为它现在只告诉你 这是Volume的改变 所以你用这个式子算 那它就是CP Metro Logarism Metro Logarism Metro Logarism Logarism 2 这样子 好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这个过程会先把它重算一遍 那么我们现在 我再把这一章 重点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OK 跟各位复习 我们从这个15章好了 15章来看 好 热力学 第一个碰到的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你这个一定要会 这个呢 包括它的符号 符号 OK 符号 Q 如果热量是从环境到系统 Q是用正的 热量是从环境里头 从系统排到环境 是用负的 系统对外做工 它不用正工 外界对系统做工 是用负 它不用负的 OK 这个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这一定要会 临同这个 这个 符号的规定 OK 然后 我们就说 这热力学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从哀 我们看另外一个 我们先看它的功好了 功呢 就气功里面的气体做工 气体做工 你要记得 DW等于PTV 整个这个考试这个考试的重点 会叫你求工 你最好把这三个工 把这三个工 放在一起记 放在一起记 什么时候用这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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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 那么 那么功呢 有正 有负 比如说 当体积膨胀的时候 就是 它从 Initial to Final 是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就表示 体积膨胀 这是对外界做工 系统对外界做工学是重的 如果它是从这边 回去 Initial state在这里 Final在这里 那么V1 V2 V2比较小 那么这个功呢 就是一个 副功 好像这种 功 理想气体的功 怎么算 反正这里 已经告诉你了 那么遇到这个 理想气体的功 就是 照这个 这个方式去做 那么 铿压过程的功 铿压过程的功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它从 Initial state 到Final state 一个系统 它走的路径不同 它的功就不一样 你走这条路 跟走这条路 跟走这条路 或者是任意一条 广文俱俱的路 这功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功跟路径有关 热也跟路径有关 西热跟放热 也跟路径有关 什么东西跟路径无关呢 内能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OK 内能的改变 跟路径无关 这是一个例子 你这个例子 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要注意 在这里怎么算 像我反正有图的 大概都是这么算 这个我们就不再算了 这个都算过了 你回去一定要把它看懂 主要这里用到是什么 就是它的内能 这个跟这个内能 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不管走哪一条路 这个内能 你走哪一条路径 这是固定的 也就是内能的改变 是固定的 然后这里也告诉 路径说 走弯曲路径的时候 它的功是13个卡罗里 但是我们13用负的 用负的 为什么用负的呢 因为它是从这里过来 这个体积比这个体积大 所以它是压缩过程 压缩过程是外界 环境 对系统做工 所以是负责 这个你自己要判定 自己要判定 常用的变化过程 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绝对过程 Q的于零 这个一定要记住 等容过程 功的于零 等容过程是这样 功等于零 要记住 等压过程 等压过程 功是这个 于是呢 内能的改变 可以是 系统 对外界做工 或者外界对系统做工 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 如果它是状态在改变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水 变成水蒸气 在100度C的时候 100度C的水 变成100度C的水 水蒸气 这个时候温度没有改变 暗示 它会有 浅热 也就是有这个 气化热在里面 这要 这个 我记住 等温过程 你就记住它 温度 内能仅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所以 在等温过程里面 温度 initial的温度 跟final相等 是U F的UI 所以dataU等于零 这个要记住 等温过程 dataU等于零 这个 你自然就会要用到它 OK 好 节流过程 节流过程 那你就 记住它的 它的 它的结果 热力学第一定律 就是U加PV 等于定制 这个叫做anthropy 叫做函 它是代表一种能量 代表一种能量 自由膨胀 这个 确实很重要 很特别 但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可以算自由膨胀里面 entropy 的改变 怎么算 怎么算 这个 我们刚刚才算过 对不对 这个要 要注意 这个entropy 这个过程 你要注意 它很特别的 就是说 它这个盒子 这个体积是固定的 对外界来说是固定的 它里头自己有一个隔墨 把它隔成两个空间 这个空间有气体 这个空间 升空 当这个遥控让它破碎的时候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扩散到这里去 它从这里扩散到这里 但是对外界来说 没有做工 没有做工 它又是绝热 这个方向是一个绝热系统 没有热的进出 所以这个等于 因此在自由膨胀里面 它内能的改变等于零 内能的改变等于零 那也就是它的温度要维持一定 温度维持一定 Cyclic process 那么我们就是UI和UF 这个所有的我们的热机 都是用这个循环过程 循环过程就是把工作物质的热量吸进来 做工 然后再排到这个环境里面去 一部分它的 把一部分废气排到这个外面 一部分的热量排到环境里面去 这个是热力学第一定义 UF-UI就是Delta-U 那这个是指从一个状态 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有能的改变 那这个DU等于DQ-P EW或者是DQ-P EV 这个是指在整个过程里面 某一个瞬间 某一个瞬间 内能的改变 跟这一个瞬间系统 吸放热的状态 跟这一瞬间系统做的工 它之间的关系 这是指瞬间的 这个是指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 整个变化的过程 这些笔热的定义要记住 CV CP 这个要记住 这一定要记住 然后这个 就是说 这个是等温过程 因为它是等温 所以这个温度 是T的话 这个就是T加DT 差一个DT 因为内能是温度的函数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内能 都是U 跟T有关 那这个地方的内能呢 就是U加DU 所以这个 从这条线 这个路径到这个路径 任何一点 内能的改变是DU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从 这个内能 变到这个内能的时候 温度改变是DT的时候 你从A到B 内能的改变 跟A到C 跟A到B 跟E到F 都一样 那我们 后来就是用什么 用等温过程来做 对不对 都是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就是说 虽然这个是用等温过程做的 但是 你从这里 就等下过程到这里来 DU电话还是这个 DU还是这个 你走这条路也是这个 你走这条路还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要记住 以后就是 一谈到这个 Ideal gas 那第一个就记得它有 PV等于NRT 然后呢 热力学低低率的微分是 DU 等于DQ 减P低率 要记住 还有一个就是 DU 是等于这个 DU是等于这个 不管你是绝悦过程里面也好 等容过程也好 等压过程也好 它是DU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这要记住 这个数字 适用于TL跟TH2等温过程间的 任意变化过程 这个计算 你要会计算 你看 我们一讲到这个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叫什么 状态封程 对不对 状态封程要知道 然后这个是 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然后DU是等于这个 它是 它等压系统是这个 DQ是这个 但是它的DU还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算出这样来 我只是告诉你 哪里很 要特别注意 那你回去再把我的讲义 好好的看一看 还有就是你们课本上的 立题 每一题都要看 每一题都要看 你不能说这个 看讲义 然后立题都不看 书文都不看 这不行 我们考试用英文考 有时候就会考立题 这Gamma值就是Cp over Cv 那是大于一个 绝对过程里面 有这个 有这个关系 Pv的Gamma之分 等于定值 Pv的Gamma 这个推导也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把这个导出来 OK 在那把它导出来 这是由Pv的NRT 我说状态方程 你一定要回 然后还有什么 立题学第一 你一定用到这个 然后DU你看到没有 也用了这个 这个都一定用到的 OK 除了Pv Gamma值得定值之外 它还可以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Pv的NRT 带到这个里头去 你可以得到这个值 理想气体的共义学 这个 你要注意 这个推导我就不再讲了 推导不是 我不讲 不是说 就是它不重要 我们看它最后的结果 就是它的平均动能 每一个气体的平均动能 那个气体跟什么有关 跟绝对温度有关 绝对温度有关 OK 它我们看后面有个式 绝对温度有关 EK是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这几个都要记一下 有时候它不给你 你也会 OK 很多时候把这个就 把它 妈妈糊糊用2来做 这个用2 所以平均动能 我们记这个式子 2分之3个KT 跟绝对温度有关 每一个理想气体 分子的平均动能 就是这个 那么它的内能 就是气体的动能 因为理想气体 我们忽略它的外有引力 就是说它们之间 互相吸引的外有引力 我们就不算了 而且它又没有体积 所以它没有什么转动 它只有移动 所以这个就 未能不算 转动动能也不算 那么它就移动 所以它就是动能 是它的内能 N个 Molecular 就有N倍的这个 那么这个是2分 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你要记得这里 这个一定要记住 2分之3大NKT 2分之3小NRT 这是内能 每一个的内能 可以 然后就能量均分 能量均分呢 就是说 你的气体分子 理想气体分子 它当然只有移动动能 可是它在一个理论 用到我们真实的气体里面 我们发现不太一样 东原子气体 中原子气体 跟东原子气体 不一样 低温的 温 室温的时候 跟高温的时候 跟更高温的时候 又不太一样 问题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说 有名 二个原子以上的分子 它除了有移动之外 它有转动 除了转动之外 它还有什么 温度更高的话 它还有震动 所以 平常的室温 它是只有移动 如果温度增高 那么它碰到之间的能量 有时候会转变 一部分 会转变成为它的 转动功能 所以它温度高的时候 转动功能 温度再高一点的话 它会有震动的功能 就发生这个 那么 能量均分就是说 分子那么多 它每一种能量 移动 跟转动 跟震动 它每一种呢 应该都是 占的这个能量的比例 应该都是一样 占的比例 应该都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影响气体 如果不是影响气体的话呢 它就不只有三个 不只有三个 移动的 功能 它可能还有转动 也就是说 每一种 每一种这个 形态的能量 移动动能 有二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 NKT 有二分之一 一个 小MRT 那移动的话 有三个 三种 分量 那我们就说 这叫三个 自由度 就是三倍的 二分之一 NKT 三个 二分之一 NRT 如果它 温度高一点的话 双原子 它又有转动 转动这个时候呢 有两个自由度 两个自由度 不能有三个 因为第三个 就是绕着 两个分子 连线的轴在转动 那个 转动功能很小 所以它这个时候 有什么 两个 转动 就是五个 两个转动 三个 三个移动 这里都有 对各位推导 就每一个自由度 每一个 摩尔 就是每一个摩尔 N个摩尔 就是二分之一 NRT 每一个摩尔 每一个自由度的 内能是这么多 每一个 理想气体的分子 自由度 是二分之一 的 KT 这是单元之气体 单元之气体 它的这些值 怎么来的 所以怎么搞 今天要注意就是 单元之气体 CV是得二分之三 R 要记住 那CP呢 就是CV加R 就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如果是双元之气体呢 双元之气体 只有 只有转动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它震动 你看它 CV是二分之五 R 像这个都要稍微记住一下 那么 CP就是 这个再加一个 二分之七 R 等等 Gama就是这个 B值 所以Gama都不一样 单元之气体 双元之气体 它的CV CP跟Gama都不一样 这个要记住 OK 气体分子 速率的分布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统计力学 我们都没有学过 这个怎么来的 我们不知道 那么它的积分呢 也 积分 也不容易 积分参与 积分公式也不容易 你知道这个就好了 知道这个就好了 这个 就说 这个算是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我们就知道 学过就好了 以后你们 到高龄级有需要的时候呢 那会另外的会有一个 附近力学的课 你们再好好的学 好 我看这一章 你就注意到 我前面所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特别特别的留意 然后吸体呢 要做 一定要做 不能不做吸体哦 它就是这些东西在用 用用 好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这些东西 就会员 没有 好 这些东西 停